郭文貴議員 好的話 我在這裡讀出一則關於社工局的統計資料 為了照顧不良遊行 及需要長期居家照顧特別人士需要 一些高齡長者及殘疾人士 特區政府決定豁免符合這些特定條件的人士 接受第11到13的傳聞核檢檢測 直到今天18日下午四時為止 社工局總共收到3236例份的申請 其中已經向2486名的長者 以及627名的殘疾人士 成功發出申請憑條 即確認了他們的申請是接受 另外有123位的高齡長者的申請 仍然處理等待確認 如果獲得豁免參與第十一到第十三輪 全民核檢的高齡長者和殘疾人士 他們必須符合不良於行及需要特別照顧 前者一定是在1942年12月30日或之前出生的人士 而後者就是殘疾人士 他必須持有由社工局發出的有效殘疾評估 才可以合乎資格 按照上述的規定 行動自如的高齡長者和殘疾人士 亦都必須接受這個全民核酸的檢測 另外健康碼如果轉了黃碼的人士 亦都不獲得豁免的 另外高齡長者和殘疾人士 申請豁免全民核酸檢測必須由其照顧者提出申請 主要是因為考慮到他是不良於行 亦都沒辦法去進行這個申請 所以就必須由這個照顧者去承擔這個部分的責任 而且這個照顧者是必須參加這個全民核檢 全民核檢的結果如果是陰性的話 亦即是代表我們間接可以反映到 這個長者、這個豁免的長者 他受到病毒感染的機會不高 相反如果這個照顧者 如果檢測是陽性的話 亦即是他那個被照顧的長者或者殘疾人士 其實他們都是有一定的風險關係 我們都會定性為一個密切接觸者 去進行這個管控 符合這些條件的是 是至於符合豁免要件 但是沒有照顧者去照顧的 高齡長者或者殘疾人士 其實這些絕大部分都是由一些社福機構 包括那些軟社單位去照顧他們的 那麼有關的單位 如果是知道他們同意了之後 也都會代為作出這個申請 同時也都會幫他代領 在每一輪全民核檢的時候 由特區政府派發的一些物資 例如礦原包和口罩 最後特區政府也都提醒 申報人提供的資料必須屬實 否則就要承擔法律的責任 而成功申請豁免參與三輪核選檢測的 高齡長者的殘疾人士 在這一段期間 其實他都要按照規定 每天由他的照顧者或者他自行 進行這個抗原測試 並將記錄上傳到新報平台裡面 如果他結果出現有陽性的情況的話 立刻要召喚救護車 安排到特定的地點進行這個確認的檢測 以及進一步的處理